我再生一下 那个一技之长吧 因为我跟张凯诚 都是美院毕业的嘛 就是对于我们两个说 这个不算我们的技能 算是我们的 就正常的生活 但是 医生老师会武术 我也是说 我平时出门我就是 我就这样 我出门我就这么走 然后刚才我的线索就是 一条线 那条线我看的也是挺清楚的 那我们唱一条吧 一是这样 一 一是这样 这叫一呀 一座山呀这是 合理怀疑 医生哥 因为我之前看的画就有山嘛 我觉得有可能是 张医生跟隆隆 又有 结婷说有一个横 那我觉得一三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投给三哥 一三哥 我们家一三哥哥 最有希望 能一票给三哥吧 全票过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 隆隆 我原本猜张大大 张大大这一集也掰了 所以我觉得 就无所谓 就差不多是你了 你会后悔 好嘞 我觉得之前有个线索 好字是吧 好字 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 里面应该会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然后小仙女 既然已经走了 我觉得小可爱 应该会我一头给能弄 好 表述完毕 我可以身边吗 你们已经认定我了 没关系 可以把我投掉 那我就是冤枉的 那我无所谓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刚才给我写的字是尖 这个尖分成两个字 一个小一个大 一个最小的一个最大的 这是我的一个推测 因为这个尖很难联想是谁 选三个人有谁 首先我要把我排除在外 因为我是大多数 但是你们可以投我无所谓 我觉得张子峰 张大大 还有农的 投票环节 我就会被冤死的 那么他们究竟是不是 隔壁的胡佳人呢 下面有请真正的两位胡佳人 往前一步 走呀 走出来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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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呀 有人初恋 我看看是谁 有请 隐藏的那么深 真的假的 耶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真的被你